合作的 你有權不參加他的生日派對 只是你要給來賓們一個理由 一個你主動放棄了這個家裡女主人的理由 你?你妈?你妈? 王阿姨你不接我的电话我只好来这儿等你了等我干吗?我找你有事啊找什么事?王阿姨你不要用这个腔调对我有你感激我的时候你太自私 太自负我了对于真心帮助你真正维护你利益的人你太吝啬你有你后悔的时候最晚今天晚上 你要是还不实现你的承诺的话我就你要怎么了啊去找到腰公清赏啊好我可以告诉你他今天晚上在哪?温泉度假村他今天晚上要给他的女儿举行生日派对女儿啊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我只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承诺 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谈承诺 那不是你把马上飞带进我们家 那个女的怎么会找上门来 你你就是这场戏里面最关键最忙活的一个角色 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有得到 好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到温泉度假村那看看 那里有你没有得到的鸡也有你没有得到的蛋 你到时候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最可悲 你什么不觉得可悲你何必这么戏击败坏呢 走走还在那儿一日试试的说别人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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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你做吧 我胸堵了呢 只是想想也没啥 只要打个颠倒 啥事都想开了 有啥呢 说来都是姜总的错 可是大半辈子都过来了 欲做点事咋就不行了呢 这对一个家 这可是天塌的大事 没那么严重 想一想 你要是姜总该咋办 再比如 你是修制她妈又该咋办 人哪是事肚子 就是不能晃得到 一换 脸都通着呢 别说修制是姜总的亲生 这样的好孩子啊 不沾骨血 认一下也是你们的福分呢 这不是亲情 她说冲了钱来的 这样的人有还不少 可我看修制不像 看准了用对了 钱是一座桥 面不心认瞎了 钱是一堵墙啊 你还挺会说的 人世间啊 悲欢离合的事有多少 判个圆满 这是钱上修来的缘分 可有时呢 近了近了 就用堵墙 说来 这还是钱的事儿 我是说过 要做DNA测试 老江坚决不同 现在想想 她说的也有道理 是啊 你只是说情感上拒绝接接受她 并没有扎实的理由 我不承认她 主要是讨厌 妹妹她爸那段经历 哎呦 张总 都到了 好好好 坐 好 陈先生 来了 来了 老师 坐坐坐啊 慢慢用啊 你拿点拿点 坐坐坐 坐坐坐 对不起我来晚了啊 先生们 女士们 本来 这是一个私人的活动 我却 用中泰的名义 向大家发出了邀请 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 大家都看出来了 今天是一个生日宴会 寿星呢 是我的女儿 来宾当中 有人认识我女儿江梅 也有人呢 曾经参加过她的生日 派对 但是 今晚的寿星不是她 而是她的姐姐 你们看 她来了 好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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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 失落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也是我刚刚找到的亲骨 躺着也不是办法呀 你不去 人家妇女就不相认了 这是自己读自己嘛 秀枝是江总的亲骨血 你不认也是掰不开的 总不至于你再出走吧 如果她是为钱来的 那你更不应该随便退让啊 那你的意思呢 先吃饭 想开点 把身体养好 比什么都重要 说想得开就想得开啊 不认识 我之所以要在这儿 强调亲骨肉是三个字 是希望大家 能够分享我的幸福 为此呢 我对大家今天的光临 再一次表示深深的谢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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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我其实请不吝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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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植 开心吗 小植 走 我领你去见见我的客人 不想去 爸爸 你今天可是受信啊 小植 听话 小植 各位 来来来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光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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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看 好 请坐 请坐 哎 钱放错了地方 就是一口陷阱啊 有多少人陷阱就出不来 这口井啊 深得很 就像人的欲望 永远天不满 永远张着嘴 你 你在说我呢 不是说你 是劝你 不是常说吗 人哪 一天一斤凉 躺下一张床 多少钱是够呢 多少能干的聪明人 一一到钱 就犯啥犯迷了 你看看那些贪官 几百万 几千万 几个亿的可进捞 可得好 这些数字 只有在定罪量刑的时候 发挥的作用 其他呢 什么作用也没有 你家的保姆思想还挺深刻呢 朋友们 现在 我把我的女儿秀枝 介绍给诸位 希望以后 你们多多关照好吧 秀枝是一名教师 是一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小师 他为了农民工的孩子 付出了很多的爱和心血 关心着 这些个没有城市户口的 农民工孩子的教育 谈到这个话题啊 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他的同事 那就是 陈文玉先生 陈先生 请你过来一下 来呀 小伙子很绵绵啊 陈文玉先生 是教育学的硕士 也是我女儿所在的那个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一名教师 就在今天 陈文玉先生提出 要成立一个 城市流动儿童 教育研究所 并且他正式 邀请了我的女儿加盟 我也十分敬佩 陈先生的这种智力的事 这的确很重要 对每一个人 尤其是我们这部分 先富起来的人 所以应该去关注 和承担的社会责任 另外我还要感谢陈文玉先生 感谢他 给了我女儿一个意义重当 人生技能 因此我决定 对陈先生即将成立的这个研究所 捐资一百万 为了农民工的孩子 为了陈先生所发起的事 当然了 也为了我的女儿 准备 爸爸 你还是回来了 谢谢你 给我这么好一个姐姐 小迟 这是你妹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妈妈 多年来藏在你心头最后的秘密 我全部找到了答案 妈妈 不会责怪您 更不会抱怨自己的命运 您所做的一切 我都能是二分的理解 我都知道 您是怀着一颗怎样伟大的母爱的心灵 才精心呵护着两颗幼小心灵的纯净 外面的是快乐 外活着的却是伤痛 快乐的是我们 受情感煎熬的却是母亲的 只是 一切都来得那样突然 那样快 许多事情 如不得我仔细地思考 已经又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 昨天 是她有父母音 那么今天 我不知道 该如何给她的家庭 一个圆满 而又不至于伤害她家庭情感的答案 师傅 刚才路上堵了那么久 不会来不及了吧 没问题 我们十点之前肯定能到 我也不犯了 需要 阅法아서 的 屎 布 和 天 我的 你等吧 好 谢谢 季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对不起下车 先上车吧 她是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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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等 我上车之后我慢慢跟你说 我在里边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想到你也会走进重开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小飞 我们先上车 上车之后我慢慢跟你解释 你不用解释 小飞 既然你有了这样的选择 或许也有你的道理吧 小飞 小飞 这不是我的选择 亲情 父母 血缘 这不是我能选择得了的 你为什么不认为她 你为什么不认为她 老公 他们俩肯定在另外一趟车上 而且在家里也要关心 关秀之的相认 是我要想了很多 让我对自己的灵魂 有了一个透彻的拷问 我还想经历了一次 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 我以为这句话 只有坐过牢的人 才有资格说 你知道吗 这几个月 我的每一分钟 都是在对自己的拷问中度过的 所以我感到 这一百天 就像一百年那么漫长 是啊 我的脱胎换骨 是在幸福中完成的 而你呢 却吃了那么多的苦 苏曼 我真的对不起 不过 你还年轻 还来得及重新开始 我没有抱怨 也没有想过 要把过去的生活延续下去 我在里面的每一刻 都在为你和学校谈及 一百多天 我发过一百多次事 为了你和玉红 明公子弟学校的近况 我必须在困境中坚持下来 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下去 做完 你一定要把创民公司重新做起来 现在你和你的妹妹 还需要我参与吗 我忘了 去早上 我会忘记 我会忘记 他在家中坡 我会忘记 主要 我们的面团 不想 让她长 你 要想不想不想 噴手 想不想你 你进去吧 不 再见了 云铺 就这么分手了 就这么分手 宋马 几个月的监狱生活 就能够让一个人的心肠 变得这么硬吗 不是心肠变了 而是从那山铁门走出来的 是另一个所愿 你别过意不去 孕婆 我不是一无所有的离开了你 这三年 我从你这儿得到的真心实意 足够我回味一生 我在仲泰学到的东西 也足够我赤手空拳的 另打天下 这三个月 我在那里度过的分分秒秒 足够我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痴朗 因此 我无恋误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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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父亲已经替我还过 现在只剩下苏门了 真高兴你今天就找到了我 更高兴我们能在新的地方见面 今天 我来是来说对不起的 苏门 对过去 我能说的只有这句话 这儿没有过去 只有全新的马少飞 和全新的苏门 少飞 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们重新开始吧 你比我好 你比我有才能 你完全可以 在另一个城市 重新开始 可我不能 我好像老了 这些人都比我好 这些人都比我好 那些人都比我好 这些人都比我好 还是大衷 所以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 或许 我应该去做一个 中文系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而你不同所谓 你有商场的智慧和精英 你可以在商场上 再少辉煌 我不要辉煌 我只想重新再来一次 可一个可信来 可依托的人一起 可是苏门 我是你的可信 如果在你的身边 在这个城市里 你连呼吸都不会顺畅的 我们可以不留在这儿 我们可以去江州 我们可以去北方 少飞 相信我的经验 我们可以再打出一番新天地 但不同的是 这儿 我们将光明正大地 心安理得地干 现在你我 都属于自己 我都属于自己 如果你已经厌倦商场了 如果你想搞教育 那我们回四川老家 去搞民办教育 虽然我不等教育 但是我可以陪着你 我愿意陪着你 我愿意陪着你 这样的选择 是我在这里面 一次次想清楚我的 你也是想清楚的 在老得同吗 怎么 我们之间 有太多伤心的事情 有太多灰色的记忆 所以我们 都需要一个重心的开端 我 明白了 看来 你没有承认 眼前的苏曼 已经脱胎换骨 你还是把我当成 别人菜园子里的萝卜 如果是这样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不过 我不愿意 一段都市的生活结束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的得势 这期间 我经历了太多的梦念 无论是睿智 还是愚钝 无论是诚实 还是虚伪 无论是崇高还是卑微 总之 自以为是沉稳 表现的却是浮躁 自以为是责任 表现的却是贪婪 自以为是谋略 表现的却是违法 在这儿 他教我懂得呢 做人的基本原则是 常识 正确 手法 财富 金钱不是衡量 人生价值唯一的标准 四年了 四年前 我就是从这儿走进 这座城市了 那个时候 我才二十一岁 现在想一想 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是啊 我来这儿残一年 都有这样的感觉 曼姐 要是 要是你在那边 过得不顺利 就回来 到时候 我来接你 谢谢你了 秀珠 我们进去吧 等一下 曼姐 时间还早 你再看一看吧 说实话 我真舍不得 你这样走 要不 快看 那是谁 你真是何苦吗 在电话里告给医生就行了 还值得你专程跑来送我 你真是何苦吗 谁说我来送你 你也要走 他往哪儿走 你问他 他有没有火车票 现在是进城高峰 要想出城的还是容易 这可惜往那个方向的火车 一天只有一趟 看来我要很急 你要是着急 我可以把火车票 让给你 反正我往连连走也没关系 我去给你买票 您在这儿等我 来 我拿着 你还要走 小伙伴 刚进城吧 需不需要我对你的帮助 我没什么困难 我是说 如果你有困难 需不需要我对你的帮助 应用不着 我对这个城市很熟的 原来 我现在想要去 你不需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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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nergie 你不需要去 我们就是不需要去 你不需要去 你如何去 你不需要去 你不需要去 你们口 kinda 可能还在演绎中的一篇图灭上 有价值的青春 美丽的梦想 在那里才有可能 变成了现实